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发现你妈还是很开明的哦 不过啊 你也知道我们家是做小生意的 我妈算盘可是很会打的 所以啦 她就问我啦 那我要付多少保费啊 那她还听说啊 有这个保单是可以帮我赚钱的呢 你看 你妈真的非常关心你 还特别去花功夫去研究保险呢 不要说她啦 我自己也是有点迷糊 因为呢 常常看到 或者是别人介绍什么投资型保单 投资型 我一想到就想说 她是不是能帮我赚钱啊 看来我们还是得要请我们的好朋友 受险专家丽美姐来跟我们解释清楚咯 哈喽 丽美姐 哈喽 丽美姐 哈喽 丽美姐 破的妈妈还是不太清楚买保险到底是重点是什么呢 丽美姐 我妈听了你的讲解以后呢 对我买人寿保险的事呢 原则上是同意啦 但是呢 她还是一直问我啦 我买这个人寿保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听说呢 还有人寿保险是可以赚钱的 那她也问我啦 我这个是不是投资型保单啊 那丽美姐到底买保险是不是能帮我赚大钱啊 保险能不能赚大钱 保险能够帮你赚钱 但是没办法赚大钱 这个大家要有点概念 那Pony的问题还蛮多的 然后我想我先来跟你讲一下 受险是什么 也就是人寿保险是什么 那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担心活太短 然后为家里的造成财务缺口的解决方案 就是买一个人寿保险 那我们先来了解人寿保险是什么呢 人寿保险的首要功能就是保障 保障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的家人 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在匆忙中去世 或者是想尽天年到天上去遨游了 由人寿保险所公司所带来的大宗赔款 可以保障我们家人的生活 小孩子的教育 老伴的晚年 或者是清偿我们的房屋贷款 或者像后你们家是做生意 万一有生意贷款上 也有生意的贷款也可以清偿 然后让你的生意能够顺利的持续 那进一步还可以做遗产的增加和完整 然后之后呢经由适当的分配以后 还可以造福下一代 也有人拿来作为公益的捐献来造福社会 然后呢通常人寿保险的赔偿金是免收入税的 你知道在美国每一分的赚取的每一分都是要缴税的 但是人寿保险的赔偿金是免收入税的 那人寿保险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及经济变迁以后 今天的人寿保险已经跟我们的智能手机一样 早就超越了传统的保障思维了 而研发到能够满足社会大众多元化的需求 所以现在人寿保险除了原来的保障基础 还可以做免税的退休规划 生前福利、教育基金、遗产规划 或最后达到资产传承等等的众多目的 所以我听到丽美姐讲到人寿保险 原来人寿保险有好多好多功用 不光光是人寿保险 是啊这样听丽美姐一讲的话呢 哇真的觉得好像人寿保险 cover我未来的所有的需要 听起来好像真的蛮好的 那丽美姐可以问一下 那这个人寿保险到底有哪些种类啊 Paul你刚刚有讲到投资型保单之类的 那这边我就进一步来说明一下 首先呢我们不管像任何公司 或是任何代理人买任何一种人寿保险 都有两个重要的原则 那就是羊毛粗在羊身上 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我们观众在购买时 不要拿橘子比苹果 误以为保费越便宜越划算 这个也需要跟妈妈说明一下 那人寿保险分成两大类 一种是最基本的纯寿险 或者是临时寿险 或是短期寿险 或者或者称作叫做定期寿险 那它的优点就是保费很低 小小的预算就可以得到很大额的保障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是短期的定期的 所以期满以后如果想要再继续 这个保险的时候就会因为年纪增大 再加上我们的健康可能出现变化 而造成保费会大幅的上升 那另外一种就是长期的受险 那很多人寿保险呢 除了提供了保障功能之外 还有累积的功能 或者是投资的功能 也就是刚刚Paul在讲的 还有赚钱的功能 那如果处理恰当的话 可以保到100岁到120岁 那当事人也可以利用税法 所给予的优惠 在保单内免税的累积一笔资金 作为以后来使用 应付紧急的需求 或是筹备小孩子的教育备用 或者是生意周转 或是以后的医疗照顾 或者是自己以后退休可以使用 或者最后也可以把保单持续下去 最后留一大笔免收入税的赔款给家人 那长期受险保单分为两大类 这个就讲到刚刚Paul提到的 一个是保证终身理赔的除处型保单 那英文叫做whole life insurance 就是终身保险 这类保单呢 会保证现金年年增值 而且通常还会另外有红利 所以呢是会帮助你赚钱的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稳健安全保证的一个保单 所以也没办法让你赚大钱 另外一种就是刚刚提到的投资型保单 那英文叫做universal life insurance 那我们市面上可能会看到 就像valuable universal life 叫做vul 或者是index universal life iul 都是属于这类的投资型保单 那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 只要是投资就会有风险 那这种保单呢 在投资效益之后 还要扣除保险费用 才能计算这张保单的有效性哦 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 投资效益是否能够支撑 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而增加了保险费用 那这一类的保单呢 客户都会定期收到 这一类保单的statement 如果购买这一类的保单 要养成定期review的习惯 要当成你的一项投资 然后必要时就要跟你的经纪人 讨论调整 来保持这个保单的有效性 我现在才明白 丽梅姐讲真的是一分价一分货 对而且她还讲了 羊毛除在羊身上 不要随便乱买 特别是我这个小白呢 什么都是贪小便宜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我是贪小便宜嘛 便宜就好 结果这个丽梅讲非常好 羊毛除在羊身上 不过呢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啦 那是不是听起来 好像每一个人都应该买保险呢 丽梅姐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买保险呢 其实还是见仁见智 刚刚有提到风险管理嘛 如果你觉得 你要管理这个缺口 然后你自己本身有强大的财务能力 当然我觉得不用买保险也OK啦 然后那但我们今天在谈的时候 如果说一般的家庭的话 我们的 我会给的答案就是 有爱心的人啊 对自己的终身财务有规划责任感的人 怎么说呢 因为受险的基础不是因为有人死了 而是因为有人要活着 所以呢 我们对他们的爱 我们希望就算我们走了 他们还能够好好的活着 自己由于自己的不幸死亡 家人要面对房贷 生活费 大学教育基金 甚至原来的 还有其他的借款等等的巨大财务压力和痛苦 就算我们死了 我们能够安心吗 所以呢 那要买多少这个事情 我们头脑里面就要对数字有些概念 免得到时候呢 手忙脚乱 那要买多少额度呢 基本上呢 大的金额项目 像房贷啊 大学教育基金啊 或是家庭 或是生意上的一些借款 那一定要把它算进去 那保险公司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来根据我们的预算 都可以做到符合预算的规划 所以呢 刚才丽美姐也讲了 买怎么样的保险 其实保险有不同的种类 可以适应我们不同的经济状况 而且保险公司会帮我们算一下 我们需要多少的保险哦 是啊 真的听起来太棒了 而且今天丽美姐又跟我讲了一个 让我真的觉得非常受益的地方 她说这个保险是要留给活着的人 不是死掉人在用的 而且她也讲到说 这是因为爱心的缘故 要来帮助这些活着的人 除了爱心以外 还有安心哦 对对对 那我现在就开始觉得 我做一个爸爸的话 真的要好好的爱我的家人 要好好考虑一下 这个人寿保险应该怎么买 而且透过刚才这个丽美姐讲的 就是说每一家都有不同的需要 那这样子的话 保险公司也能帮助你的需要 按照你的需要 来给你support 那听起来真的太棒了 所以真的是有保险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解决你的理财问题 成就你的人生梦想 哇 才发现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那我自己也是听人家说 有什么保单型投资 所以 投资型保单 投资型保单 对 大堆的规划哦 退休规划 遗产规划 还有 呃 人寿 呃 长期 不理的规划 还有什么规划 啊